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请到资人分析师 风开平 阿官 大家好 万宝头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阿官 大家好 大家好 邀请到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燕 阿官好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 蔡雄华 阿官好 大家好 好 这个盘到底要跌到哪里去呢 我们先来看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外资已经连三卖了 在今天继续卖 外资在今天继续卖超 而且三大法人总计卖超了91.33亿 外资在今天卖了64亿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是 今天几乎通通跌 电子疲弱 航运软脚 今天是精险手机线 这是第二重点 那么对未来的指数期待 有专家说 现在超向1999年的美股泡沫高峰 所以这里不是史诗级的高空 就是大涨 不然就是暴跌 换句话就是说 现在不是大涨 就是暴跌 恐怕会出现极大的变动 所以我们赶快请蔡总大门来看 真的是 不是嘎空就是暴跌吗 我们先来看外资连三卖 外资的话今天卖红海 我今天比较压抑的 红海其实七月的营收还不错 但卖了两千多 两万多张 两万多张 那航运的话 长龙还是卖了一万八千张 华航昨天买了今天就卖了 卖了一万 才做一天啊 对 做得很短 我觉得现在外资做得很短 引导我们这些内资的散户 我相信今天 其实外资卖超六十几亿 但跌了一百六十几点 融资应该减很多 内资也杀了不少 所以基本上就 红海面板 还有航运的股票 红海面板航运 好 这是外资在今天卖超的标的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哪些个股 让今天大盘曾经 一度灌破了季线 让大盘一度灌破季线的元凶 包括了连电红海 红海在今天很弱 因为外资大卖 包括华航 想不到外资只做一天 南亚科有达和长荣 基本上都是全脂股 所以这些全脂股 灌压了这个大盘 大盘必须再度的回撤 这个季线的位置 其实今天 今天亚洲股是OK 但是今天涨比较多 刚才阿关提到的 这个大陆跟这个香港 香港 他们是跌破了半年线 甚至年线才开始反弹 但台股现在还在季限 所以我们的位 所以台股在补跌 有点味道 因为所有的亚股 现在最担心的 就是美国的联准会 可能会收收QE 所以大家都害怕 但是比较起来 外资解说 台股的位置还比较高 今年还涨了18% 所以先提款 我觉得这个是导致我们的卖压 主要的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一些大股 比大盘还弱 大盘现在还没有跌破季线 但这些个股已经跌破季线 甚至呢 超过更新低 对 包括红骸 望红 南亚科 国具 红基跟莲花科 但是我们不能说只看线 看图说故事 要分析它的产业的基本面 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南亚科 为什么 南亚科这个是破低点 南亚科的话 现在第三季的现货价 已经在跌了 现在更进一步传出 第四季就下一季 连合约价都会跌 所以记忆体的话 南亚科的话 它又不是粒基型的 所以这个比较危险 另外一个是红基 大家会讲说不对 红基上半年的彩报很好 但是第三季的全球的PC 因为现在已经疫情都开始舒缓了 然后解封 对这个PC的需求 会开始下滑 所以PC第三季的出货 是比较差的 所以出现了破底 但是大家也觉得奇怪 莲花科 莲花科 对啊 不过最新消息 莲花科的确 企业的营收只有403亿 月减得15% 所以为什么它短线比较弱一点 但是一般根据它的财测来讲 8月的营收会起来 所以我觉得 莲花科可能是 短线误商 对 短线的这个整理 我想现在投资的 最观念是要跌到哪里 这个盘到底要跌到什么时候才直接 因为刚刚其实蔡总谈到 亚洲股市很多是跌到了半年线 破半年线之后才出现反弹 那我们相对没有跌那么多 我们也要跌到半年线吗 我觉得台北股市 因为今天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就是说有利多都不涨 所以大盘一定会 再度来回撤这个季限 但我们的确比别的雅谷 基本面更强 我们的产业 不管传产金融到这个电子 我们的产业真的很强 中国大陆很多产业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还是看筹码 这一波其实跌了4% 再过来我们看一下 外资卖了841亿 更重要的融资减了2.1% 所以比较起来 融资的减幅还是不够 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 看到融资大减 大减的话 这个可以来补助这个问题 再过来大家更关注了 因为8月27号当冲 新的警示制度要上来 马上到了 当冲超过六成 你也会被关紧闭的 对 但是当冲比 好像热度不减 43.6%到45.6% 没有减 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是融资减得不够 当冲还在盛行 所以这个筹码很乱 所以我认为大盘是什么 目前还是不会很稳定 可能还是要继续往下 往下以后量缩 然后这个外资的卖超解除了以后 就卖得差不多以后 会反弹 我想最快可能要等到财报 8月25号公布之后 好 这个大盘还要持续往下吗 还要往下跌吗 我刚才问各位 认为这个盘还要持续跌的 请给插 请举盘 认为随时为酝酿反弹的 则给圈 我们看到 有五票差 所以我来问一下 来 昌星你认为要跌到哪里 我通常看法 我觉得是这边筹码凌乱 也就是说之前的话量很多 然后其实量的互相滚上去 那现在量缩很多 所以缩到第一个 融资不再强短 第二个自其量出现 这边才有出现反弹 否则现在利多不涨的话 那利空更会下跌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特别留意 好 来 政华肉要跌到哪里 这个刚刚蔡总讲的我也认同 因为就是说参考今年五月份 曾经有一次跌下来 那个时候刚好跌到五月十七号 他把第一季的 15159吗 对 那一天是五月十七号 右边那只脚 他那天就是刚好把第一季的 财报全部都公布完 那现在就是半年报 所以照理来讲 应该是要下礼拜一 那所以说这个低点的话 时间上要跌到下礼拜一 对 我觉得机会比较 那空间上呢 空间上大概就是前波的 那个低点附近 15159 所以照政华的说法是 要往下回测16893 那如果要回测16893 就还有四百三十点的空间 那如果以亚洲股市 跌到半年线来 看半年线的位置 大概是16900 也差不多了 所以不管是半年线 还是前波低点 大概都还有四百点要跌 所以来问一下 楚董的看法 这四百点会跌什么 我个人觉得 因为前波段股票涨幅 真的比较大 但我个人觉得说 要有行情 一定要有特别的利多 就是过去已经知道的利多 对盘斥推升已经有限了 一定要有个新的利多 我说起来我也想不出来 但是我觉得感觉起来 就是要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 为之一亮 对 就像你看航运股 对不对 财报现在已经不涨了 非常好 股价就不涨 对不对 我觉得重点是要有新的利多 但是我觉得这最大的问题是 很多股票真的涨完一轮了 股价也垫高了 你要更多的动能去推它 要更多的特别的利多 现在没有 是最大的问题 好 我们看这张表 事实上把去年和今年的涨幅 稍微做一个汇整 事实上我们知道 2019年股票也是大涨 代表各国股市已经连续涨了三年 台股连续三年都是 2019年也是23% 今年最高也涨23% 连续三年大多多非常难见 但我们注意到 美股和欧股基本上还是强势 欧股今年跟着美股跟得非常紧 你看基本上这一张是距离它的高点 你看大家都在高点附近 但是亚洲股市不一样 今年状况就比较糟糕 我们看一下最糟糕的股票 你可以看到 香港恒生 你看见没有去年也很糟糕 跌了3% 今年还是跌 今年继续跌 然后现在距离高点有16% 对 但我们这边有一张表 你可以看很清楚 就是亚洲股市 这个波段的高点发生的时间 你看见没有最糟糕的日本 是在2月16号 距离高点已经很久了 对对 另外你看见没有 香港和上海 基本上都2月18号 这些市场 香港是218 上海218 本身都有它自己的问题 像日本的经济状况很糟糕 疫情很严重 中国大陆在做 最大的科技股 做一些管制 股票下跌 那另外可以看到 雅谷很明显的 跟着美股 这个格局非常类似 一个是韩国 韩国在多少 6月25号已经开始做投了 我们股票非常强 集中交易市场7月15号 OTC7月27号 那这段时间变成我们 你看见没有 人家做投之后 在整理 我们很强 但是最近今天这段时间 我们反而比人家弱了一点 那我个人还是觉得 有一点就是 美股的格局 已经慢慢有点改变了 它没有办法完全影响到 亚洲相关的市场 这是比较大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页 今天大盘的回档修正 事实上你看 IC设计股票 前两天比较弱 今天你看它跌幅 已经是慢慢收敛了 甚至有些是小涨 相对比较抗变 相对比较高 那我稍微提一下 你看没有 这一波很多股票 七月底八月初 碰到高点 大部分的股票都涨了一轮了 你可以看到像 高速传输的晶片 普瑞 翔硕 MCU的股票 之前蛮强的 IP是契制裁的股票 驱动IC 股票全部涨了 涨到这边 营收开始公布 发觉营收还不错 股票涨不上去了 所以我刚刚讲说 股票都预先反映它的利多 当真的出来的时候 股票反而在下跌 那这张表示 我们排了一下 就说相关的个股 距离高点 最弱势 到相对强势 股票做个排序 我不看到 大部分都跟你的基本面 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比如说 你看这是累积营收 比较弱势的是什么 M31和创益 它的营收的年增率 累积年增率 只有-1% 11% 其他都是四五成起跳 股价真的比较弱 基本面对比较不好 真的比较弱 另外像利基 为什么从高点 这么大幅度拉回 跌48了 它的月营收衰退了24% 这个很重要 IC设计 一定要看月营收 因为你的涨价缺货 我已经不去看年增率了 一定看月增率 到底增加幅度多少 这张是月增率的部分 非常明显 你可以看到 大部分月增率不错的公司 它的股价 跌得比较少 所以还是跟基本面有关 另外我们注意到 你看这些相关的类股 它的月涨幅 你看有没有 大部分都还不错 代表说 IC设计股票 真的在这个月表现还不错 但是短线 无日的部分 你看有没有 红的比较多 开始修正了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我最后还稍微提一下 我个人觉得 整个大盘有一些隐忧在 第一个很重要 就是利多不涨 就像今天的航运股 七月份营收公布 你看有没有 长龙月增 21% 获利又非常亮丽 股票竟然还没涨 开高走低 另外钢铁 一日行情 昨天强 今天弱 代表整个大盘缺乏一个指标类股 在带的低点 第二个OTC 大家看OTC的现行 从5月17号开始反弹 到现在 第一次看到 连续日K线3K的部分 连3K 连3K 第一次看到 第二个我每天 我都会稍微注一下 涨停的加速 因为涨停的加速代表什么 你敢追降 股票拉涨停 人气够 过去涨停加速到40到50加 现在只剩下20到30加 今天大概只有11加 11加 对 代表追降的力道真正比较弱了 而且跌停的加速 比涨停加速来得多 这个是短线是要稍微注意的 中线我觉得比较重要 刚刚特别提到 台股连续三年大多头格局 不管是电子所有的传产 全部都涨了一大段了 极其拉高了 你后续一定要更大的动能在推它 或者更好的消息 看起来有点难 另外最后最重要 我觉得 刚刚有特别提到 有人提到说股票会大跌 我觉得以现在吃鸡面 大跌的机会不大 唯一就是说 如果基本面 景气循环开始往下走 不管是货柜轮 行业的部分 不管是电子 你知道电子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今年 获利状况非常好 很多IC设计的公司 今年的获利比去年成长百分之五十 但是它是不是常态 很难讲 当你PC Notebook 需求买得差不多的时候 大家抢货追价到差一个程度之后 景气慢慢往下滑落 你这个估值看起来 EPS往下掉 你本益比也很高 估值往下掉 本益比往下修 这个是我觉得很重要 就景气循环 对产业个股的影响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部分 好 既然要特别注意 既然大家都认为 不管是跌多跌少 就是要往下修正 那到底会杀什么族群 认为会杀电子的 给我圈 认为会杀传产的给我擦 认为不管传产电子 通通会杀的 那就举小手 请举牌 好 所以我们看到 竟然有四只小手出现 有四只小手出现代表 有四位来宾认为 不管电子还是传产 通通会杀 那郑华认为是杀传产 开平认为是杀 电子 是杀电子 一位认为杀电子 一位认为杀传产 有四位认为 不管电子传产 都会杀 那我们就请陈彥带我们来看 到底现在哪些族群是危险的 我们一定要做风险提醒 我觉得现在这个盘 我下两个字来当定义 就跟我这个西装扣起来一样 叫勉强 就这个盘很勉强 你看很勉强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解开 为什么很勉强 就是他想要守季限 可是其实守不住 为什么 我给各位看 就像我们在做所谓的 认养学童的这种认养计划 你希望他快快长大 你要每天不断供应他午餐 那过去我们看到这些股票 其实都有外资在认养 但是现阶段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很奇怪 就是你看 有外资认养的股票 最近既然都开始出现转变 是不是他认养的意愿改变了 这个是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过去会说 你看有法人认养 我们可以买不用怕 可是最近这个都出问题 包括台坡 你看这个下来 大家都说还是有法人认养 你看华通 有的认养 这个跌不用怕 也涨不动了 也涨不动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 所以这是外资近期有认养 但是今天出现长黑K棒 甚至于创波段新低的股票 有些甚至创了波段新低 对 这些包括系统 创委 齐鸿 华通 台坡跟新科 这个要小心 对 危险讯号 因为市场上其实大部分 大家都还是认同 有法人认养的股票会涨 对不对 可是如果法人认养的股票 也推不动的时候 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可能 就不能一直 第一个危险族群 第二个危险族群 第二个危险族群是什么 其实我们常常在讲 有利多我们就追 有利多我们就追 这个老板跳楼大拍卖 我们是不是会想要去买他的东西 跳了三次 你们老板怎么还在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 真的大跳楼的时候 这个股价才有可能推得动吗 你看中钢 明明刚这样上涨 大家也觉得认同 财报也好都不漂亮 很好 其实这些都是财报很漂亮的 你也架大涨带动不锈钢 这个大成钢也跌 连电我们之前 认同他毛利率上扬 为什么也大跌 瑞玉 网通晶片 然后像这个连勇 我看他的财报上半年 赚超过16块 我都觉得我都滴口水了 我说这个股票 然后滴完口水后跌 我赶快把口水擦掉 想说算了 不要再想了 然后包括日月光的部分 今年下半年 整个营收要成长10到15% 为什么再跌 这个是我觉得最可怕的 就是当你利多出来的时候 股价反而沙盘 是不是利用我们的同情心 利用我们看好他 反而把货倒给我们 好 利多不涨 这个是我担心 财报利多不涨的 包括中钢 大成钢 连电 日月光 连勇 瑞玉这也要留意 危险族群二 危险族群三呢 第三个我觉得是 算是最恶劣的 你看中非航 而且恶劣到这个 我昨天才刚讲 好 我说这个财报很好 你看 而且帮我敲一下K线 我真的很生气 5609的处备 为什么我很生气 我们再缩小一点 你看一个股票 大幅度的修正 修正到季线附近指纹 价稳量缩 然后出现价涨量增 勾 打勾 可以 然后跌 可以棒 他在消费我的这个 专业 专业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所以我很生气 所以我要把它列在 头一个战犯 我就在挑战他 所以我们来看 包括华航 这两天有上涨 对 但是今天跌了 我们不知道短线的上涨 是不是只是一日行情 还是在短线上 有人已经趁着上涨出货了 对 包括华航 华航也是 对 华航也是 然后这个彭城 我们再看 再帮我敲一下彭城的K线 我都差一点要去万里找他了 你看 这个上涨的过程压回 就现行结构 我们都觉得很符合 你看前面的低点有支撑 就整个层面 基本面也够好 现在我都还担心 他会不会破前面整理区 所以我觉得现在主力也利用 OK 这不是新闻 那个谢丞业你看 他讲中飞航 好 他找 我们明天就到给他 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种氛围 其实大家在利用 大家觉得说 行情有机会的这个角度 而且我觉得 让我觉得最心痛的是什么 我们往下看 市场 当这个氛围很好的时候 简单来讲 五月天演唱会 前面很热络 小偷进来 啪啪啪啪的东西 我们不会注意到 但是当这个演唱会 慢慢要结束的时候 大家也准备要离席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进来 老乱 你看 华航 如果说他的基本面 什么够好 可是 8月9号大买 你看 凯基 然后双和 永宁 对不对 富邦虎尾 这些都是主力捐商 这些主力捐商 富邦嘉义 这种感觉是什么 就是他在8月9号点火 希望8月10号大家来追 结果一开盘 啪马上倒出来 其实在这种混乱的当中 他一心要割韭菜 可是现在 所以这两支航空虎 根本就是被隔日冲 给杀逼的 这边也是 我生气也是这样 你看 凯基台北 然后你看 有没有 他就是要割韭菜 但是问题是 现在大家不吃韭菜盒子 要吃高丽菜 所以他也割不到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盘怎么能够撑得起来 这个是我担心的 你看凯基大直 前一个假日才买49333 隔天就卖了5000张 到多一点 隔天就把你倒出来了 凯基台北也是 然后原副 你看 凯基台北 就是前一天买第二天 原副前一天买3200 你看凯基市政 凯基市政 有没有 前一天 富邦嘉一正没话说了 隔天马上到货2947 还有这个富邦嘉一也是 知名的F4 所以很明显 航空就是隔日冲 给冲坏了 就是大盘难保不乱 所以我觉得 现在市场这个部分 还是像蔡总讲的 还是要整理一下 好 整理还是修正 整理还是修正 你问我是不是 我觉得整理 整理 跟你刚刚举差 来 我们问一下 那既然大家都认为 这个时候要适度调节 要把手上的持股适度 减码 我们刚刚也问了 到底应该要减码 什么样的股票 第二个问题我要问 那怎么卖 卖有学问 假设明天又跌 我就砍吗 还是我等反弹 那万一等不到反弹 越跌越深怎么办 越输越多 又怎么办 所以到底是等反弹再卖呢 还是其实弱势股票 或该卖 那就应该下定决心 断舍离 认为应该下定决心 断舍离的给差 认为反弹再卖的给圈 请举办 他怎么卖 这边有记事 很多人希望卖在一个 比较有尊严的价位 所以我们看到 有四票认为 反弹再卖 但有两票认为 该卖就要卖 来 创新 我觉得还是要看个股 如果你的个股 真的是破线破价 你先卖一趟 比如说 我们刚才看到这些 很多的航运股 或是面板股 这种是破线破价的 那基本上 拉上去下来 那准备破线破价的 你要特别留意 拉上去不破 然后又破线破价的 我觉得先卖一趟 那真的大盘子典 你再买回来 如果你等反弹 我觉得真的是等不到 或者你等到了 你又不出 所以我认为这些 要先卖一趟 但政华是认为 等反弹再卖 我觉得既然格式充 目前这么盛行 我不好意思 用嚣张这两个字 那你学它 红棒的隔天 你试驾卖 或者是说 现在大家很简单 财报或机会营收出来 只要是漂亮的 开高走低 你就你的手上的股票 如果还没有公布的话 你就等它公布那天 一公布你就卖 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那如果说已经公布了 大户会这么干 我们也可以这么干 对对对 你就是看到利多 比方说财报很好 上半天怎么样 你就开盘你就把它卖掉 反正大家市场上 现在流行这样做 你就跟他这样做 他只能割韭菜 韭菜也可以割大户